昨天我们说到,李思思知道燕青的真正身份,他不单止不害怕,反而对燕青更加亲耳。 因为一例,在他遇到的那么多男人之中,燕青不单止是容貌英俊,而且有才艺非凡,令到他有几分的中意,更何况在京城这里见惯了角色人等之后,也都听过很多有关梁山博好汉的传闻。 对于燕青,很多人都评价,说他是个英俊而磊落,肝胆过人意气深重的奇男子,本来只是见到燕青的样子,李思思已经有几分的好感,再加上他展示的才艺,和听上那些江湖明声。 在心里面,李思思对燕青早就已经轻心相露了,他在心里面暗暗地想,虽然我都见过那么多男人,官家,皇上,还有众多才子, 谁,谁不是文彩风流,知情色趣,但是又有谁能及得上这位燕小丸,既是英雄过人,但是又是这么细心体贴呢? 唉,如果嫁得过这样的男人,那就算跟他一起挨穷,我都心愿了。 他心里面这样想,当然,也忍不住说一些挑逗的说话,甚至还要燕青脱了上衣,让他摸摸他身上的刺繡纹身。 李思思这些这样的举动,燕青这个微遮眼企,玲珑剔头的人,又怎会想不清对方的心思? 老实说,得一位这么漂亮的绝色佳人谁称,你说燕青真是绝不心动,那是假的,所谓英雄爱美人。 李思思是有名的绝代佳人,又满腹感受慈张,可以说是个有才有貌的女子,有这么多人在他身边,他唯独谁称自己,你说燕青的心里面,不动心就假的了。 只不过,燕青在心里面,他也都很清楚明白,自己这次来是担负了一个什么的使命。 梁山博,宋江的足托,还有一帮兄弟的前程,整个山寨的命运。 和自己这次来见李思思都是息息相关,而李思思,又是皇帝身边的爱宠,唉,如果真是为了自己的儿女私情,和他教出什么事来,那说不定,那求他去引见官家,又或者是将自己梁山博这边的心意,请他转答给官家听这件事,说不定就会产生很多变数。 甚至,如果被皇帝发现了自己和李思思有什么警惯的话,那还有可能为梁山博野泥大祸,那自己又怎能够因为自己一时的情欲之念,而坏了众家兄弟的大事呢? 一想到这儿,本来已经被李思思撩动了一些情怀,马上就压回去,但这个时候,自己又不能得罪他,怎么办好呢? 所以他硬着一轮,突然间又开口问李思思的年纪,李思思听到他居然问自己的年纪,还以为他有心求亲,哎呀,都不知道多么欢喜,马上就说出来了。 自古以来,就算到了现在,年龄都是很多女孩的秘密,人家一般又不肯回答你,如果他肯告诉你自己多少岁,这样,或者很多秘密,他都愿意跟你一起分享。 李思思,李思思就满心欢喜地说,啊,思思今年二十有七了,哦,燕正就立刻接口,哎呀,那真是巧了,我今年二十有五,誓思思姑娘两岁。 哎呀,思思姑娘,其实我们大家这么有缘,而且,你对我又这么痛惜,不如这样吧,我们两个结拜为姐弟,好吗? 说完之后,他都不等李思思回答他,拾一声站起,跪在李思思面前,连拜八拜,姐姐在上,受小弟这礼。 哎呀,各位,这里真的看出燕青的过人之处,不动声息之间,已经很明白地说给对方听自己的心意, 但是同时呢,也都不得罪对方,还借机,使自己与对方的关系更加亲近一重。 对于以后,李思思,帮助梁山博,去同赵吉,正是当今的天子,转告梁山的心意,肯定也都会赢来更大的助力。 你说如果换了第二个,恐怕真是没那么好计,没那么适应变,而且走息之间,依然可以维持这么清醒的心智,真是难能可贵。 哎呀,你一拜,使得李思思整个人都呆了呆,一时间都不知怎样反应, 但是跟着呢,燕青拜完之后,立刻起床叫一声说,李妈妈,李妈妈。 啊,那个李思思的干妈走进来,燕青是将这件事,讲了给李妈妈听, 就说现在呢,我已经和思思姑娘结拜成姐弟了, 那今天来得太闯处了,没带什么其他礼物, 还有十粒的夜明珠,也有些玉壁金钗等等,就拿出来,请思思姑娘,妈妈和其他丫鬟一起烧闹, 算了,请大家一起来饮了一场尚契的喜宴,也都请大家见证这件事啊, 这样,李妈妈听见,肯定是高兴啦,哇,拿着燕青又闷出来那些明珠宝贝, 即时呢,就叫齐其他丫鬟,给了一些打赏他们, 跟着,一重新摆开宴席,就大家一起欢迎, 这阵时,李思思的面色也都恢复正常, 唉,他在心里面叹了一口气,明白燕青的心事, 只但是,他还是有一点不死心啊, 好了,等到大家又坐下重新饮宴, 这个时候,大家的关系就更加亲热了, 一来,李妈妈就成了长辈, 燕青就叫他一声干粮, 叫李思思就叫做思思者, 而且,李思思也都回了他一声, 清帝这样,大家的关系就更加融合, 那说起说话上来就更加方便, 燕青又将宋光的说话, 和梁山博全体好汉的心意, 再同李思思讲一次, 请阿姐呢,帮他辱成这件事, 李思思就说, 既然是这样, 这件事呢, 让我慢慢筹谋, 说不定这两天官家就会来我这一树的了, 到时候找个机会, 或者我和清帝一同跟官家讲吧, 只不过, 既然我们做了姐弟, 如果你再回客店住, 那岂不是太见爱? 我看呀, 那呢, 清帝, 今晚, 你就在我这些树住一晚, 不要再回客店了, 呃, 这样, 我怕不是那么方便, 哟, 你怎么这么说的呢? 我这儿, 你以为没房子你睡吗? 哼, 难道客店那张床才更加舒服了? 也许是, 客店里面, 又有什么重要的人等着你回去? 哦, 哦, 不是, 其实, 小鱼这次来, 还有其他事要办, 今晚, 今晚还有同伴一起来的, 如果不回去说一声, 那样, 我怕他们担心, 哼, 知你来我这一树, 难道还有什么好担心? 难道, 你怕人家以为, 你私私仔会吃了你? 哦, 那不会, 那不会, 既然是这样, 那就说定了, 今晚, 你一于在这树住一晚, 如果今晚这么巧, 官家来到的, 你就要乘机向我品奏这件事, 嘛, 你说怎样? 燕青心想, 你私私既然再次三番这么强调, 如果自己执意不肯留下, 恐怕会激怒了他, 那对大事也不利, 于是就只好说, 好了, 只但是, 我如果不回去说一声, 那的确会惹人担心, 我现在先回客店先, 拿点东西, 然后就立刻回来, 那说定了, 喏, 你不要等我白白地等你呀, 哦, 不会不会, 这里来我家客店不是多远的, 一会儿就回来, 说完之后, 燕青暂时辞别了李思思, 回到客店之中, 将整件事的经过, 就和大钟说了, 大钟听到最后, 说燕青现在还要回到李思思的家里住一晚, 就忍不住说, 照小月哥你这么说, 现在的情形对我们真的非常有利, 只不过这么啊, 兄弟, 看来这位思思姑娘对兄弟很有意思, 如果你现在回去住一晚的, 万一兄弟你绑不住自己的心, 搞出什么事, 你都知道他和官家的关系的啦, 那到时又说不定, 燕青就即时说, 阿哥, 大丈夫处世, 如果因为酒色而忘记着意气, 忘记着兄弟的, 那和禽兽有什么分别啊, 阿哥你放心, 小弟这次去他那里住一晚, 一来, 是因为不想太过得罪他, 二来, 我亦都希望, 如果真是有机会见到官家, 可以当面将我们梁山伯的心意, 告诉皇上听, 不用再假借人口, 燕青对天保证, 我绝对不是因为贪徒美色, 而去误大事的人, 我可以即时对天发誓, 如果我燕青有什么邪心歪念, 坏了我们梁山伯的这件大事, 我一定会死于千刀万箭之下, 大宗帝的感光的即时小卒说, 哎呀, 好了好了, 我们大家一场兄弟, 何必这样发什么誓呢, 你以为阿哥不信你吗, 我如果不发誓, 我就是怕阿哥你担心我, 好好好, 既然是这样, 就请你去职会, 如果方便的话, 就做好这件事他, 不要使我们等得太担心, 属泰卫那边, 还要等着我们去送信的, 燕青就说, 我知道的了, 跟着, 又在包袱里面, 拿着那些名贵的珠宝金银世线等等, 包了一大包, 就载回到李思思家, 将他这次带回来的金珠宝贝, 一本就给了李妈妈, 另外一半就打上了全家上下大小人等, 你一眼就搞到李思思全家上下人人都很欢喜了, 个个都不知道多么恩勤, 有些就立刻和燕青去执客房, 有些又和他冲茶遞水等等, 那些丫鬟博人, 个个都叫声燕叔叔, 燕叔叔那样, 都不知道叫得多么亲热, 十足十张燕青已经当成自己家人一样, 扭扬了一番之后, 李思思又叫燕青过去聊天, 燕青没办法, 硬着头皮, 来到李思思的闺房里面, 大家刚刚开口聊了几句, 忽然间, 个丫鬟方方张张地进来宾告说, 小姐, 官家到了, 她刚刚出了地道口, 请小姐前去迎接啊, 燕青一听, 立刻一声跪下, 跪在李思思面前说, 思思姐, 现在我们一场姐弟, 今晚你可不可以帮我见到天子, 在他面前, 让小弟可以将梁山的心事告诉他呢? 这样啊, 如果要使你见回天子一面的, 那我肯定可以做得到, 至于梁山博的事, 也或者替你自己求分一张卸书的, 那真的要靠你自己本事了, 到时候, 我们相机而行吧, 好, 这个时候, 正是月色朦胧, 花香腹育, 只见那个杜军皇帝, 一身书生打扮, 带着他的小太监, 在地道之中, 就一直来到李思思家的后门, 那各位, 那些野史上面说, 杜军皇帝或者林行李思思, 就特意在皇宫收了一条地道, 一路来到李思思家的门口, 只不过, 这么长一条地道, 这个皇帝整条地道, 无非都想掩人耳目而已, 但是这么大工程, 整起上来的时候, 怎么可以做到神不知又鬼不觉呢? 我想这件事又没什么可能的, 只不过, 既然在野史小说上面这么说, 我们就照这样听起了, 这位杜军皇帝已经熟门熟路了, 在后门那里, 入到李思思家的暖角, 坐好之后, 跟着吩咐周围点着灯烛, 李思思这个时候, 也重新疏洗他一番, 换了身严厉的衣服前来接驾, 他将杜军皇帝 营入了自己的闺房里面, 那些薄人丫鬟早就摆好了那些珍奇果品, 以及那些精致的小菜, 在房间中间那张桌那里摆好了, 就专门等着他两个, 杜军皇帝今天心情是几好, 一入来就轻轻担着李思思, 来来来, 外兄, 今天, 寡人真的要跟外兄好好聊聊天, 你坐在我身边, 李思思今天, 就想乘机和燕青 扮了他们梁山瀑那件事, 所以, 对杜军皇帝更加曲意逢迎, 哄到皇帝都不知道多么开心, 李思思一路留意着徽宗的神情, 知道现在火候对了, 于是, 就挨在皇帝身上说, 哎呀, 皇上呀, 前妾有一个姑表兄弟, 本来一路都失散了, 他留在外面的, 今天才有机会回来, 我都想他见一下皇上, 不知方不方便呢? 啊, 外兄呀, 既然是你家里的兄弟, 那即是自己人, 哎呀, 又无所谓, 来来来, 叫他来见寡人, 于是, 丫鬟又叫燕青, 入到房间里面见天子, 燕青真是想不到, 自己这一次, 居然可以一来到京城, 就要得见这个当今天子, 有机会, 亲口将梁山博的事情, 告诉他听, 哎呀, 这个机会是多么难得, 他心情都有一点紧张, 一入到来, 不敢乱出声, 倒下头, 就连扣几个响头说, 草民, 见过官家, 但我们前面都讲过, 这个宋徽宗, 因为喜欢书法画画, 所以连带他看人, 都是首先看他样子, 所以赛经高求同观这帮人, 之所以这么得重, 除了他们很懂得拍马屁, 看人眉头眼额之外, 举子容貌, 都很入得这位天子发眼, 亦都是一个重要原因, 现在这个宋徽宗赵吉一看燕青的样子, 嗯, 对他的人已经有几分钟意了, 跟着李思思在旁边又吹风话, 我这个兄弟呢, 其实都没什么才干的, 不过吹烧唱曲, 比奴家来啊, 都还游胜一筹呢, 既然他今天来到了, 那官家, 不如要他吹翻一曲, 服侍皇上好吗? 宋徽宗平时就很喜欢听李思思 弹琵琶和唱曲的, 现在听到说, 燕青唱曲吹烧, 比李思思都用另有线唱, 他听到不禁好好奇, 立刻就说, 好好好, 那兄家就吹奏一曲啦, 于是, 燕青就马上举起动销, 诗战了全身的本事, 吹奏完一曲, 宋徽宗听完之后, 忍不住真的拍掌叫好啊, 哎呀, 平时我听思思吹曲, 就已经觉得呢, 几乎可以忘记欲未, 猜不到, 哈哈哈哈, 思思你这个兄弟, 果然也是萧国高手啊, 哎呀, 来来来来, 刚才思思说, 你吹笑力, 唱曲还好, 不如唱回曲, 让我听一下, 燕青就说, 哦, 草民记的, 无非都是任辞艳曲, 怎么敢在天子面前放肆呢, 哎呀, 寡人现在来到哪儿啊, 是这些欧兰技馆, 就正是要听一下艳曲来解门, 来来来来, 你识得什么曲的, 儘管唱来听一下, 燕青于是, 就拿过两块橡牙板, 再向皇上行园礼, 开喉就唱, 他唱了一首瑜伽曲, 唱得真是清养犹阳, 那个赵吉语听越高兴, 哎呀, 好好好, 你还识唱什么曲啊, 再唱一曲来听一下, 燕青看一句神情, 知道是机会了, 于是, 就再次跪下说, 草民还记得一首叫做 减字木兰花, 不知可不可以唱给天子你听, 好好好, 你唱的曲, 挂人都愿意听, 于是, 燕青再拜多几拜, 就唱起一首减字木兰花来, 这首曲唱是, 听哀告, 听哀告, 贱驱流落谁之道, 极天妄地, 罪恶难分颠倒, 有人提出火坑中, 肝胆尚传忠孝, 游朝须向恩人报, 须向恩人报, 这几句曲, 燕青唱得哀怨卑切, 宋徽宗听, 原来觉得有点吃惊, 咦, 卿家, 你为什么唱一首这样的曲呢, 燕青跟着大声哭起来, 皇上, 草民有罪, 草民有罪啊, 跪在地下就不肯起床, 卿家, 你有什么难言之事呢, 来来来, 今天在思思面前大家都不用见外, 有什么要说的你儘管说出来, 看看寡人可不可以帮到你, 草民有离天大罪, 不肯定便被皇上知道, 咦, 我是当今天子, 有罪无罪, 还不是开口一句说话呢, 我现在跟你说, 无论你犯过什么过错, 我一律舍兴无罪, 有什么事的你儘管笨咒上来, 是, 草民自幽就漂泊江湖, 后来流落到山东一带, 跟着客商一起来往做小买卖, 有天经过梁山博, 被他们劫了上山, 山上的人, 因为见到草民有多少本事, 就叫上神入伙, 结果在山寨那里一住三年, 到今天, 才有机会走掉, 回来京城, 见到思思者, 虽然我走得掉, 但是都不敢在京城里随便行走, 因为怕人认得我, 到时候又拉外官府自罪, 这样, 唉, 那么少人真的不知道 怎样解释好了, 李思思跟着就说, 是啊, 皇上, 我兄弟就是因为这头心事, 所以一直都是闷闷不落, 都不知道怎样算好, 各位, 欲知后事如何, 我们明天再说,